好 转到台股 台股昨天盘中是一度的攻上了8400点 不过呢 气势没有延续 最后呢 只小幅的上涨6点作收 收盘指数是8383点 另外类股方面呢 除了金融股跌幅较重之外 其他涨多跌少 分析师就看好今年具有稳健成长趋势 还有营运转机的产业 像是半导体 面板 触控 橡胶 还有纺织等相关的族群 来看今天《经济日报》的《旧事论史》 《旧事论史》 《旧事论史》